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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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天下 难光环 那天不再这样 江南春雨兴花 秦寓功开 太平殿下 我还以为朝廷会嫌我官制低微 不肯将徐州赤丰于我 可现在 不但让我领了徐州墓 而且还令我奉赵讨贼 征战元术攻取南洋郡 几位兄弟你们有何建议 大哥 你只管做你的徐州墓 招兵买马 练兵备战 至于征讨元术嘛 那肯定是曹操假借天子之名 发的矫诏乱命 咱不猜他 兄弟此话怕是不妥 恩赵我们接下了 秘旨却视为矫诏乱命 这岂不是说 哪个对我们有利 我们就接哪个吗 如此的话非臣子之道 这打就打呗 这元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还记得不 这当初征讨董卓的时候 就是这个贼元术 断了咱们的良下 老给咱们使坏啊 今日能打是个痛快 太好了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 今日确实因那元术 有不臣之心 天子班照 我只能奉制陶贼 只是大军出征后 这徐州城 该由谁守备 这可是一桩重任 可别将我守城啊 我早就变坏了 这征讨元术 我得做前锋 大军出征 大军出征 早晚有事 我需与你商量 你必须与我同行 主公 那就由在下领兵守城吧 子龙勇猛过人 是天赐先锋之将 最好也同我一起出征 好 好啊 你们都出去痛快去了 又把我一人丢在家里 三弟啊 徐州可是咱们的根基啊 重如性命 你能够把家看好 那可是大功一见啊 不行 三弟性情暴躁 一事一冲动 不能担当此大人 此事从长计议吧 但是如果查清楚 什么话呀 哥哥不在啊 哥哥也太少看人了吗 我要是连个徐州都守不住 哥哥砍了我脑袋 三弟你果真要守城 你们也只管放棋去吧 这徐州教给我了 既然这样 那我给你定几条规矩 在我们出征期间 你务必遵守 大哥 你只管说 只是 不要尽我喝酒就成 这第一条便是断不可言求 这 这不让出去打仗 已经难过死了 这不再让人喝酒 这生不如死 算了 算了 不行 他不行 算了 哥哥 哥哥 我做得到 做得到 哥哥 你只管说 说你的规矩吧 好 第一条 不可言求之罪 第二条 不可暴怒任性 第三条 不可大骂军事 此三条 为军令 你万不可恶 大哥 放心 这许些小事啊 我保证是严守不误 等你们凯旋归来 我再开怀痛 好 好 文章三兄弟 正是 你们看 曹操给我送来了一封密信 说刘备给朝廷上了一道密奏 诬陷我要称帝 还要发兵攻破我的首府南阳 刘备是什么东西 原本一无名鼠辈 却要谎成是皇室后裔 欺世道名 趁人家陶前病亡 窃取了偌大一座徐州 尚不知足 还想打我州县 是可人 说不可人 事逢日下 小人得志 刘备可恨 请主公发兵 剿灭他 刘备固然可恨 但那曹操是善良之辈吗 他说的每一句话 就句句都是真的吗 在下以为 此事有几个疑点 其一 刘备师父真的给朝廷上过密奏 诬陷我家主公有不臣之志 这尚且不清 其二 就算刘备给朝廷上过密奏 曹操为何要将此事通报给我家主公 其用意何在 我家主公也不清楚 其三 曹操和刘备之间彼此交恶 要害在何处 先生 你的意思是 要害是徐州 刘备区区之辈 得以偌大徐州之城 并兼六军之地 这是让天下诸侯都非常眼红的事 最为度恨的 就属曹操 现在 刘备和吕布两人联手 共守徐州 那是兵强马壮啊 曹操 他是想功则不敢 欲弃又不舍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就想挑动主公和刘备打起来 弄得两败俱伤 他好从踪牟利 如果主公败给刘备 不 那是万不可能的 他就是去南洋 如果刘备败给主公 他就是去徐州 先生说得极是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敢问主公 你想不想去徐州 想啊 我天天在想 我朝思暮想啊 那就趁势去徐州 在下有一计 可使主公轻取徐州 先生快讲 吕布虽然骁勇 他却是三姓的家奴 其姓多变而又贪婪 他和刘备同处一城 如出水火 如果主公会他以黄金万两 紧断千匹 令他暗中偷袭刘备 主公到时出兵相迎 如此定能大功告成 事成之后嘛 主公把徐州下的两个郡赏给他就足够了 再以后嘛 主公找个机会灭了他 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主公 意下如何 主公 이�vis 鼐 보상 王将军 动手 秦夫 刘备 武士 武士 来了 听着 我大哥把这徐州城交给我了 临行前 给我留下了三条军令 这第一 不可饮酒治罪 第二 不可暴怒任性 第三 不可打骂军士 我要你把这三条军令写成中堂 悬于这个大梁之上 我要天天看 夜夜下 严守不务 好 对了 每一个字 都要给我写的碗口那么大 要碗口那么大 废话 按张飞的字 那就得碗口那么大 是是 碗口那么大 这写好之后 悬于梁上 再去传 同龄以上的将领 华庭相见 是 我要训话 对了 你再去给我准备好 按张飞酿的美酒 吴氏丹 是 将军 你刚才讲的话 怎么忘了 那主公留下的第一条军令 就是不许饮酒啊 你废话 我叫你去办 就去问 是是 小的遵命 遵命 是 喝 大哥 我担心三帝会醉酒勿势 我也担心 不过反过来一想 义德如果连酒瘾都扛不住 日后如何成大事 所以还是让他历练一下吧 前后不过几十天嘛 是 其实我更担心的还不是义德 而是吕布 我听说 他与陈公驻守小配后 天天都在招兵埋马 大哥 吕布石头恶火 早晚要生事 你应该 把他逐出许中 我以仁义待他 只盼他不要负我 他要是负你呢 他负我是他 我不负仁义 我以后 不再打自仁义 你们 人家义 因为我 你怎么这么记录 你怎么过 漫里 人家义 我 后来 我不再 away 不在将军之下 怕什么 我有赤兔马方天化己 何惧于天下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座城池 总不能老是寄人篱下吧 说不定哪一天 我跟刘备闹犯了 反目成仇怎么办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这样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 不妨我们先答应袁术 让他把黄金筹缎先送过来 至于攻打徐州城 我们可以再找